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好孩子的時候 今天我們又來談國際線 國際線有5宗新聞,很值得大家一起探討 第一宗是辛子伯 辛子伯據文是俄羅斯提出的 另外,鄉格里拉,新加坡 各國國防部部長到鄉格里拉大家談談 不可以說是格劍的,只是宣示一下我們自己的方向如何走 每個國家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國家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我們簽了一個非軍事化 然後呢,俄烏、立陶宛的問題和盧王太的問題 題目非常多 所以今晚我們的節目是非常精彩 大家預備接招了 A軍B軍,晚上好 大家好 B軍呢? B軍去哪裡? 大家好 大家好 新G8那件事很激 將會改變整個大局 大家知道我們有G7 七大工業國 本來俄羅斯是有份的 但現在俄羅斯的杜馬主席 建議組建一個新G8 如果成立的話 美國的老美和G7 應該會失去老美霸權的地位 這件事真的很值得和大家聊 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有振奮 哇,來吧 終於出現了 多謝楊鋒時評 因為這些信息真的做得非常好 A軍有什麼看法呢? 阿軍,這件事 這件事都看到相當滾動 也要補充俄羅斯的杜馬主席 名字這次真的改得好 叫做動諾金 這次幫美國 就是搞新的八角集團 新G8 大家之前聽過 有個G8 就是G7再加上俄羅斯 但是在2014年的時候 俄羅斯被扔出去 被迫退群 這應該是克里米亞事件之後 所以現在G8一聽 A軍就說G8 反過來說 不是啊 新G8 這個新G8 提出來是怎麼樣的呢 包括了中國 俄羅斯 印度 藍小小小 包括印尼 然後去到 巴西 墨西哥 再回來 我們亞洲 有伊朗 還有土耳其 八角 這裏其中有幾個國家 都是屬於什麼呢 復仇者聯盟 知道什麼復仇者聯盟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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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伊朗 不是那隻 是反制裁 所以是復仇者聯盟 哦 OK 我覺得這個絕對需要 要不然怎麼辦 你沒理由經常被人欺負 我們同意這件事 我繼續A軍 交給你 沒錯 其中有些是老美的朋友 也有些是准盟友 哪些是叫做朋友呢 那些朋友是所謂的朋友 哪些是所謂的朋友呢 包括了土耳其 就叫做北約 所以老美就算 不知道怎樣也要跟他 扮朋友 至於印度 更加是 老美 不知道是他的朋友 但怎樣也要扮朋友 想他入局 至於墨西哥 更加是老美的鄰居 這八個國家裏面 幾乎 每個都是億億聲的 億億聲是人口 大家都知道 中國和印度已經十幾億人 這八個國家加起來 數一數手指是多少億呢 大家不用計了 可不可以計 38億人口 一半 即是佔全球的一半 所以怎樣計 新G8 都是比G7 是更加有代表性 在人口方面 只要在經濟方面 原來 新G8 GDP 用購買的評價 就是GDP GPP 去計算 GDP 去計算 是什麼呢 就已經總和 是高於G7 GDP 去計算 高於G7 所以既有錢 人口亦多 復原亦講 包括了老美的Friend 也包括了 反制約聯盟等等 可以說 比舊的G7 更加豐富 大家怎麼看 B君有什麼看法 我待會再跟大家 先說 G7 他以前說自己是七大工業國 但是你想想想 他們那些工業 他們還有工業嗎 原來 有 他們現在 他們那些最多是搞那些 玩資本遊戲 或者是那些 玩高科技 但是他們基本上 製造業都不知道在哪裏 那些國家 再加人本 但是這幾個國家 譬如意大利 那樣的經濟 經濟經濟都不太行 差一些 還破產 之後老美的債 又不斷高 然後這些國家 國內的製造業都不能夠養起自己 又說自己工業國 那沒錯 你以前呢 是首先進行這個工業革命的 那你工業革命完之後 首次就把你的所謂的生產線 就交了給其他地方去做事 那就搞到自己呢 連自己的生產能力呢 都不能夠養得到自己 那你說這些是 七大工業國 那你擺明是那些 是你以前那些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最厲害的國家 黏在一起就說自己註冊了 是一些很 就是一些舊的東西來的 因為它已經不能夠代表 我們全世界的製造業 也都不能夠代表 全世界上的人類 所有人 因為你想一下 其實他們佔的只是很少部分 他們佔最多是什麼 佔錢 就是窮得只剩下錢的 但是呢 現在你看回整個俄羅斯提高出的新的G8 就完全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首先呢 中國不用說了 中國是最大的人口國 也是最大的製造業生產國 俄羅斯呢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能源國家 也都有很多的肥料的國家 也都是糧食提供的國家 之後印度第二大人口的國家 在模仿中的一個新升 這個伊朗呢 伊朗是一個石油國家來的 可以提供石油的 印尼是東南亞人口最多的國家 巴西是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 墨西哥和土耳其呢 墨西哥呢 其實看整個美洲來講 它的工業生產是不錯的 其實現在有很多美國的那些企業 都是在墨西哥那裏進行生產 然後再供應給美國的 土耳其也都掌握著歐亞大陸的樞紐 它都是工業上面 它都是無聲的國家 大家看清楚就是 整個新的G8 它們是比較著重的 是這個農業和真正的工業 包括資源和工業製造業生產 它們都是佔很大的地位 所以其實呢 新的G8 我感覺上呢 是比現在的所謂G7 是更加具代表性的 來 交給你 這個絕對同意的 其實代表性是大很多 因為整個GDP那時候 其實它是佔了世界第一 如果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美國的CPI 以及整個歐盟 歐洲國家 世界很多地方的CPI 其實都升得太厲害 消費物價指數 這個指數 其實就是對全球的經濟 有非常大的影響 就是分分鐘 通脹高 對 通脹高 還有會不會真的 因為這樣而導致全世界的衰退 這個大家真的要關注一下 有時間 我想A軍會和大家聊 大家留意 A軍的財經ABC 這個是必要的 這個是必須的 還有看到美國的股市 已經到了一個紅市的線 已經跌倒了 所以會怎樣走 我們真的不知道 大家關注一下 這次我們看到 為什麼 俄羅斯杜馬下議院的主席 玉諾金 表示 其實最主要就是 美國和他的盟友 對世界現在有的經濟關係的破壞 是破壞了很多 其實工業國 剛才也說過 其實根本不是工業國 只不過是一個西方的霸權 整個G7 而令到世界 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 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裡呢 就是 我們其實 都是行一個多邊主義的 我們不是行單邊主義 但是老美 一直都要行一個單邊主義 其實從特朗普開始 到現在拜登 都在行同樣的路 包括你講回之前的奧巴馬 其實都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 只是爭在你有沒有說出來 過去 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聯儲局 一直都在做相關的事情 令到美國的霸權得以持續 今次的加息和縮表 再加上CPI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整個CPI 會升到兩位數字 這個大家 拜登也說 也說了 也說了 估計錯誤 可能持續一段時間 持續幾段時間 不知道 可想而知 老美今次的中期選舉 應該就玩完了 為什麼玩完了呢 是說民主黨玩完了 應該特朗普 就是共和黨 機會大些 可能會取代現在 民主黨的位置 這件事就是後話 而且你看到這些國家 其實是來自五湖四海 真的是五湖四海 不是集中在西方 或者是先進國家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印尼 巴西 墨西哥 伊朗 土耳其 會不會有其他國家加入呢 我相信都會 一直加入 因為我們知道G7下面有G20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玩完 就是 一個領導者 七大工業國 還有一個領導者 我們知道老美已經衰落 德國 法國 都是算強的 但都是老美的附庸 其實這些意思是沒有的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我們不是做了一個霸權 而這次是俄羅斯提出的 中國會怎樣應對 這個很值得思考 大家去想的時候 就是中國會不會答應 一起組合這個G8集團 真的要看一看 如果中國願意的話 這個世界就已經不同了 轉了 就像我們這樣說 如果大家看我們的節目 你都知道 我們一直看到的時候 老美的衰落 比預期快很多 他這個三斤釘 真的只有三斤釘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 現在這個G8 為什麼要成立呢 對於俄羅斯來說 其實他覺得 不應該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 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而美國正正在做這件事 其實大家看到的 俄烏戰爭 我們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 所有的G7裡面的參與者 全部都是老美說了事 或者是北約說了事 今次的G8 會不會有所不同呢 我就覺得是非常有機會的 而且 杜馬的國際事務委員會成員 尼克 尼克 表示 現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居民 生活在支持俄羅斯 或者保持一個中立的國家 這些國家 是不會去接受西方的國家 去制裁俄羅斯 所以 剛才說 復仇者聯盟 因為我們是反制裁的 這個絕對是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點 就是 在新知白裡面 據說 新知白裡面 所有參與者的權利 都是平等的 現在 整個新知白 一定會吸引很多國家 去參與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你看看 我們現在國家 王毅部長 以及很多外交事務 我們所有都已經做好一個佈局 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二十大 為何還要做這個佈局呢 就是 為了 我們國家 下一屆的政府 可以行得更加順 部署定先 雖然西方的每一個領導人 可能因為選舉的問題 而有所替換 但一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現在中國和俄羅斯 隱隱變成一個 主宰世界未來的一個最大的國家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未來的情況 一定是更加好的 我自己覺得 但經濟的問題 是一個短板來的 但沒辦法 全球都有影響 最近看到一些新聞 表示 其實我們國家的通脹 只有2點幾% 可不可以說高呢 我可以說高的 因為之前都是1點幾% 現在2點幾% 但商界西方的時候 8點幾% 其實真的好很多 香港的影響面相對小 沒有那麼高 可能都是3點幾% 4% 但如果內地來說 2點幾% 是可以接受的 你會見到 是溫和的成長 因為 調控很好 我自己覺得 除了油價真的飆升得很厲害之外 現在已經是9個多 油價那方面 成品油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 我們現在看到 國際形勢 我們覺得 必須要有新的領導者 出來 去領導這個世界 向前走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A君有沒有補充 首先 A君 就略略說說 這個G7 是怎樣的由來 G7 原來是1975年成立的 不過那時候不是G7 那時候是G6 或者欠了一件哪件 就是老美旁邊的艱難大 那時候 為什麽六個國家走在一起 原來是和政治有關 大家都可以數一數 除了日本之外 除了日本之外 可以說是 當然 除了說 反對 當時的蘇聯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 當時的石油禁運 搞到 有兩次七十年代 有大的經濟衰退 所以他們走在一起 最初就說 我們要說 怎樣再處理 將來石油禁運 引致到的衰退 所以就走在一起 其實就在這裏 暗瓦底 經濟也好 和政治也好 多些聯盟 或者多些溝通的渠道 一起去看著俄羅B 以至怎樣一起 一起威威威 DAP世界 這就是當時G7的背景 所以當時他們是有些默契 又或者大家都是不約之外 有些政治組織 軍事組織 再加上大家聽老美話 這樣去成立出來的 但是 A軍看回 這個新G8 那個成員角 有一點點像 我們之前在財經ABC 看過的 東邪西獨南帝不蓋 現在再加上四件 阿Sir 知不知道我們在財經ABC 有提到的 東邪西獨南帝不蓋 是哪四個 東邪是哪個 西獨是哪個 西獨是哪個 名字 有邪獨少少 其實是中國 我們在亞洲的東方 當然是我們中國 至於 南面就是印度 北面就是俄羅B 然後西面就是伊朗 所以這四個 其實有一點聯盟上 或者是已經朋友了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中國俄羅B 和伊朗 其實已經朋友了 至於 印度雖然 跟我們有一點點 邊界上 要聊聊天 但是在俄羅斯協調之下 亦都可以說 那個conflict 比以前 少了很多 好了 這四個 東邪西獨南帝不蓋 沒有中神通 為甚麼 將會是亞洲的Leader 我抗議 再往遠一點點 為甚麼沒有中神通 東南西北沒有中 中神通這件事 在射雕雄村出現的時候 已經過世了 不是喔 段王爺 說往事就有了 好 繼續 大家想想 還有擴展開去 擴展開去 就是 南亞一點點 就去到印尼 印尼當然是東南亞最大國 也都可以說 最近印尼 跟我們非常之朋友 待會我們就在香格利威會議 再跟大家補充 總之印尼 跟我們朋友了很多 也都比較積極地去考慮 這個一帶一路 至於另外那邊 是土耳其 土耳其 也跟俄羅賓那邊 相對比較多 有概念 和剛才大家都提了很多次 這個土耳其 就是歐亞交界 也是很多地方的樞紐 但是最近跟西方那邊 就不是很多概念 變成另一個 是我們走去歐洲的一個 角度 好 當然 另外兩個要看的 就是巴西 和墨西哥 兩個都是 南美那邊 可以one off 最大的兩件 因為南美數三大 就是ABM的 就是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 不過最近阿根廷 都蠻糟糕 每次的金融危機 一定有阿根廷品的師傅教 所以要數回 這幾個 各有市場 在地理位置上 就已經可以了 還有 你可以看回 如果是賣資源為主的 就是俄羅賓 巴西 伊朗 西哥 和印尼 不知道算不算 這兩個都比較多 這幾個 會不會是可以發展到 剛才那些G7 這樣 從軍事 政治 聯盟開始 老實說 在這一刻 我還未算這麼看好的 甚至乎 A軍最初說 猶豬 會不會好像幾年前 金專四國 這樣拿來打破 金專四國 人格無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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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鑽藍飛 無關 金專四國 吹吹呢 其實已經是這樣 中國一位niest duro 全走出來 有一家幾個已經是大落后 在經濟上 會不會真的 拿來打破 然後就算 其實這一刻 你问我A军,我都觉得,如果出一只基金,是拿这8个市场来炒,都蛮有概念的 但是,是不是只是炒呢? 登尼财经,好,很厉害啊 有概念的,有概念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拿来炒呢? 好,如先所说,假设,我们东邪西独南币北海,4个就已经在这个亚洲大陆里面 如果是各有发展,甚至是联盟地发展,所扩散开去 去到的印尼、土耳其、麦西高和巴西,是确有可能的 甚至乎这几个巴西和麦西高的最大贸易伙伴 都已经开始由老美转移到中国 可以说,大家的经济的缘定也开始增加 假设这几个国家,由于在经济上的缘定增加 还有,有不少都参加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联盟 是的,这个的復仇者联盟 哇,不定大家还可以签上一些防御相 以至其他更加多的经济协议 包括了新整的G8协议 例如,这个当然就远一点 可能我们新做的就是一些贸易区协议 又或者是货币区协议 如果从这个角度开始 那就是一个新的联盟 一个新的气象 中国不结盟运动 这个G8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比较经济 互相合作的一个组织 这个不结盟 我相信我们国家会 会继续去摒持住 这个我自己看法 政治上的结盟 政治上的一些协议 没错,这些协议就会好些 好,B君有什么看法? 这个新G8暂时 都是在吹水先 都因为 看着 我想新G7可能性会大很多 是 因为始终墨西哥 离上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了 是 所以 离上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 新G7的机率 应该比较高一点 是 这句话 这句话很棒 好 行啊 不过 我又要加多一句 如果是 整个基金出来 就不能投资到俄罗B 和伊朗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怎么投啊? 怎么投啊? 被老美打到行制错案 当然可以投啊 你猜老美还可以做事吗? 我觉得老美不能做事 这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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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几年后才能搞到 我觉得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可以搞到 整体上高 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交于 所以 我怀疑这个原因 所以今次提出来 是杜马那边提出 不是投行投票提出 是 杜马提出? 但是 如果在欧亚区来说 六个国家都在欧洲那里 是 是 是 六个国家在欧洲那里 这个可能性是极高 嗯 没错 加上巴西也很高 因为你想想 已经 俄罗斯 一直都跟印度 和中国都友好 就是 又和伊朗友好 又和保尔其友好 又和保尔其友好 印尼 印尼和中国友好 然后巴西 又和 一直都是金砖四国之一 所以 他们在金砖四国的基础上面 再做个G7 新G7 就应该是没问题 难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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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比较容易 墨西哥 但美国太近了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就乐观其成 静观其变 接着我们要谈什么呢 乡格里拉 乡格里拉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防部长 真的很强 又可以和澳洲那边 真的可以谈 对澳洲来说 是意外的惊喜 老美 整体上 都是说 要顺着中国去谈 但是 大家要小心 小心 事敌这弱 是老美正在做的策略 我自己觉得 有没有那么顺滩 就未必会是 我不知道A君有什么看法 A君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次 我们艺凤和说过很多东西 例如 就是说 如果是弯弯出事 我们会不息一战 也可以说 这次 是把红线画得很红 远远都看到 在江湖传说 这个老美过来之前 就打算搞很多小动作 例如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跟中央那边谈 就说一下这个 围栏 就是防水堤 围栏那些东西 接着又要跟那些亚洲国家 要跟那些亚洲国家 先聊天 目的是做什么 简单点说一句 整个防波堤 就是要中央自设限制 整个防波堤代表什么 防波堤 我就不会撞了 不过我会在那里搞些洪水出来 我们说过防波堤以外的东西 你中央不管 我就不断在防波堤以外搞洪水 大家都知道 洪水被你搞两搞 以前整个防波堤 都会被你冲塌 其实老美由头到尾都是想这样搞的 再具体一点 例如在弯弯里面 老美就不断指责我们 哪个不是我们老美 哪个是中央 哪个是中央 屈回我们也有 这里也可以看到 老美就说 你只是设定 用什么方法去收回弯弯 现在我们就不断搞屎棍 那就可以冲击到这个防波堤 第二天 这个就是想搞防波堤的原因 第二件事就是搞些小动作 就是找些亚洲国家去谈定 然后再给亚洲国家 目的是想要靠边站 叫其他亚洲国家 幸好我们魏凤和等等 出席的人员 真是说话有节有利 能够撑行到我们的立场之余 亦都可以对回老美那边 要去对回老美那边 甚至乎说回弯弯那边 真是说得到全世界 以至老美都听得明白的说话 他就用这个南北战争 去比喻我们中央收回弯弯的决心 那些人最初就很想把这个弯弯 塑造到好像一个国家那样 老美一直想塑造到这样 然后就说假设有一天 我们中央对这个弯弯 要开始武统的时候 要制裁我们中央 很想搞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这次中央就说明 我们现在是南北战争一样 甚至乎当时南北战争 有外国势力的渗透 那个就是老英 老英那时是帮过一些南方势力 所以其实暗指是什么呢 老美帮着弯弯就好像你当年 英国那样去渗透入你 想叫你们老美分成两个国家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是最后统一 就算是有别国的参与 我都要统一回我祖国的 就是这样 他说明了整件事情 所以那些鬼佬听完之后 全部都呆了 因为他们当年打这个南北战争 也是不息一战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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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讲清楚的事情 就是主权全部都在我们中央身上 不要再搞小动作 或搞一中一台 你老美 这里讲了这么久 大家的A君再补充 交给大家 好 这个绝对是 大家看到魏凤和 都跟澳洲和日本的防长聊天 其实谈的事情都蛮多 都是关心我们国家会不会走单边主义 当然不会啦 你不要玩啦 如果老美不玩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 而且我们是防护 是不是 海卫是属于我们 我们当然有责任或权利 去和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演习 这个情况 只要你不要玩就行了 日本不用担心 澳洲就关心南海的问题 说真的 南海的问题好像不跟澳洲有关系 澳洲真的要去 关切 你不如关切你自己的经济民生问题 会好些 我就觉得是这样 还有你的核潜艇 赔也赔不少钱 你赔给法国那艘潜艇 你买老美的核潜艇 你簡直是玩死自己 这个我自己的看法 好 B君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个行长会议 很重要 是的 其实他们这次 除了关于台海之外 当然我一定要说 因为最近这个老美在台湾 在湾湾那边 不单止是老美 还有加拿大 就是说飞机阻害着山 你飞过来南海 当然要看看你什么事 其实这些小动作 中国都很 其实中国都非常紧张 因为老美现在 现在又派人去和湾湾聊天 又去炸一些椅子 之后又说卖军火 这些都是不断地触碰中国的红线 中国的底线 所以就是有些 老美那边就是有些想炸炸帝 做一些小动作 去推动这个弯弯洞 现在中国说重新多一次 你弯弯有什么动作 我是会冒痛的 你不要亂动 你不要亂动 就是老美是否真的 你知道老美喜欢推人去送死 其实我现在都有一些担心 老美都会继续去推湾湾去送死 但是湾湾会不会真的有些人 这么恶居去送死呢 我觉得湾湾有一帮傻人 例如这个英格斯· Troy 他真的是傻的 我真的不排除他 他真的会自己用死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统一了 不可以的 另外今次这个康格里拉会议 我们另一个比较关注的地方 就是和这个澳洲聊天 因为今次澳洲那边 就刚刚换了一个领导人 就是刚刚排选完之后 就换了一个国防部长 这个国防部长 马尔斯 其实之前和中国都比较友好的 这次会面的时候 应该结束了北京和坎培拉之间 两年外交冻结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都可以为一个破冰之旅 这次见面之后 大家讨论就是这个 又是太平洋島国 最近一些外交的事件 希望可以缓和两国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个今次会面 马尔斯都说是一个 坦承而全年的交流 也都希望两国关系 比较走回一个正常的关系 当然在军事上 军事和外交上没有那么多吵架的时候 不至于那些请就会回来 应该都希望中澳的关系 可以回复正位 另外就是这次对话里面 都有和韩国去见面 这次和韩国见面 主要都是谈论 金仔最近又在试导弹 这些试导弹的时候 和刚刚韩国那边 就换了一个新任的总统 两边都可以趁着 这个香格里拉会议 这个对话去谈多一些 希望可以维护东北亚的平衡 我暂时讲到这么多 交给你们 其实东北亚要和平 取决在哪里呢 当然是取决于北韩 和老美 老美会不会在东北亚搞一阵 其实我们真的要看 民主党一向都是玩东西多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比共和党做的需要多很多 A军交给你 刚才B军说了东北亚 A军就要说回另一个东南亚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提过 G8里面 开始和我们更加越来越朋友的印尼 印尼这次就威威了 话说老美 在开波之前 其实想拉拢东盟国家 一起选边站 为我们中央 想搞这些东西 当然了 一群东南亚国家 都说 你都傻了 靠边站 你瘋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 兜口兜面 说他 你瘋的 我都不要兜口 你瘋的 兜口兜面 也很正常 好继续 所以印尼用了非常有力量和中立的说法 印尼主要用亚洲方式去解决国和国之间的分歧 国和国之间是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 不能够把自身的观点强加于他国 说回我们中央的语言 更加值得提的就是印尼的国防部长 叫做普拉伯毓 这次老美就想拉他伯毓中国 但普拉伯毓就不会跟你一起拉伯毓 他拒绝普拉伯毓 普拉伯毓就在对话中说 本来一个多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研讨会里面 发现就是这样说 我们亚洲的国家 曾经被大国支配 我心想成为大国会不会黑口黑面呢 我们被大国支配 努力和剥削 我们是有共同的经验 它迫使我们区域的国家 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有善的环境 以亚洲的方式去解决分歧和挑战 我们亚洲向世界证明了 前敌人都可以化解茅林 实现了近50年的和平 友好和合作和范围 接着就来了 普拉伯毓就说 我们印尼是拒绝会靠边站的 我们会尊重所有大国 所以我们是不会加入任何的政治同盟的 而它也直言说 这些政治同盟 我们认为联盟是不应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 咦? 你在说哪个联盟威胁到哪些国家? 真是整张政章打出来 好了 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在针对老美 针对完老美之后 还要再打一张政章给我们中央 他就说不靠边站 但是他在期间就说明确呼吁所有的国家 要给予中国重新崛起的空间 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意 作为亚洲的领袖 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中国的影响遍及整个东南亚 因此我们敦促各个国家要尊重中国 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请鼓掌各位 不用给这位印尼的房长 鼓掌都说加一 加一 好棒 我也觉得应该是加一 因为其实真的说得很好 可想而知 现在我们 很多国家听其言观其行 这是一定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 我不可以听你胡说 你实际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整个东盟里面 和我们的RCEP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 真的是首承诺 以及帮助其他国家 进行一个基建 以及在交易上高 是非常公平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还需要担心 这是一个很正常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做得好 当然受到支持 难道你老美会受支持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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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G8 一定加上你的印尼 绝对 我觉得一定 还有一件事 印尼很重要 就是 今年11月的时候 就是G20的峰会 今年11月 G20峰会的主办国 就是印尼 原来前排 前排的时候 印尼就作为东道主 他就不理会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 就说 不如普京 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开会 那顺便大家 顺便叫乌克兰 总统 乘尼斯基过来 因为我现在一起 谈好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那大家就很开心 快乐 当然老美就一定在那里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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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其实呢 印尼这次的建议呢 是非常之有建设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 这两个月的表现 俄罗斯都觉得 俄罗斯都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朋友 总之不是站在美国那边 就应该说 我也当你是朋友 那印尼就 印尼也是挖起中的一个东南国家 我们都觉得 应该给予少少关注度 给予印尼 少少 买大开大 印尼 买大赔大 没错 整个经济是不同的 有一件事 是最关注的 A军在我们群组里面 订了一个资料 就是我们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记住 今次用的投行 中央军委主席 签署了一个命令 就发布了军队非战争 军事行动干扰 这是事行的 这个干扰 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 为了中国部队解放军 遂行非军事行动 非战争类型的军事行动 提供了一个法规的依据 我们可以做了什么干扰 其实有几点 我现在请A军 和大家说明一下 A军 来吧 首先说说干扰 干扰的着眼点 包括了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应对处置突发事件 好像很平常 接着越来越倒露 首先 保障人民财产生命的安全 没错 生命财产当然要说 好了 人民当然要说国家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和发展的利益 越来越倒露 好了 我们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于是就说到世界了 维护世界和平 和地区的稳定 然后要做到这件事是什么 創新军事力量的运用方式 是否说越来越倒露 好了 跟着 规范军队 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 即是规范军队在非战争的时候的行动 怎么办 所以可以说 即是说这一件事就是试行 这是试行措施 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军队怎么行动的一件事 就包括了刚才所说的纲要 好了 非战争军事行动 包括了什么呢 有军事威胁 就是人家想动你的时候 人家想动你的时候 大军压境 就有非战争行动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有这个行动 即是有些合法性去做 起码我们国内 亦都是国家违和 当然最重要的是反驚驚主义 反走私插毒戒严 防暴平乱 即是止暴制乱 或者救灾 支援国际社会的经济建设等等 这几件事 全部包括了非战争军事行动 再交给大家 这件事其实很多事可以说 当然交给B军先 B军这方面应该做很多研究 B军 来吧 其实 这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 我简称军要 其实是很合适的 也是很需要去做 因为其实 现在有关于军队 即是军队的行动 其实主要都是说和战争有关系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军队除了说我们平时要去训练啊 去准备打仗啊 以及救灾的时候要救灾啊 但是其实呢 其他的活动呢 他都有机会会去进行的 譬如说 要去参加这个 联合国的违和部队 去应对 譬如说 外国有 有一些突发事件 例如上一次的利比亚有大事发生 那要撤僑的行动 撤僑行动 如果你觉得撤僑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回《战狼》第二集 讲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讲利比亚撤僑的 嗯 那这些这样的行径呢 其实他们的行动呢 当然是有些突发性啦 但是呢 在现在目前 就是中国那个法律来讲呢 他们那个是暂时是没有什么 这个法律基础啊 全部是一些行政和军事命令而已 那这次 令到这个军队非战争 军事行动的干扰呢 其实就是规范了解放军的行动 一来就是符合习近平常说的 这个依法治国的概念 嗯 所以其实希望呢 就可以把这个法律呢 就包含在军队上面 就更加有 令到军队的军队可以更加有个比率 暂时这么多 咱们给你们 我觉得 我看了这个整体上高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 有少少少 我不知道AB军是否认同 我觉得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感觉 那种感觉 极强烈 我不知道是否认同 但我自己真的有这样的看法 尤其是 我看到维护世界和平 这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相似 但是 我相信 中国一定不会像美国 以世界警察自居 他只是想去守护着 这个国家里面 所有的行动 我们 都可以自由自在 运行 因为对于老美 就不断用军事力量去压抵和欺压其他人 这一点 非常之令到我 觉得 老美 你这个所谓世界警察 你与其那天是世界警察 不如你说你自己是世界强盗 有那种感觉 那现在 我们国家 因为 你是要有法规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整个解放军里面 如果 我们要外面执行任务的话 我们是没有一定的法规 可以去行到的 就是刚才说的行政命令 所以 今次的整个行动干扰 是对我们非常之重要 因为 一个规范化 这个规范化 我们可以出去外面 尤其是大家看到 太平洋岛国那里 其实 我们王毅部长探访了八角之后 我们签订了很多的协议 这个协议 可以说是全方位 什么都包了 如果我们解放军要出去外面的话 我们必须有法可依才可以 现在这个军事力量 其实限制了 我们解放军 不是要去侵略其他国家 而是要去守护 和做一些国际 尤其是联合国要做的事 你可以 把它视之为 一个中国式的维和部队 我自己这样看法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就交于A军和B军 我可以看法 怎样看呢 大家 首先呢 首先呢 要回应一下 要执执一下B军 刚才的字 就不关纪律事 而是关法规事 为什么呢 譬如 好像刚才B军提到 那个类似的问题出现 譬如好像又是发现 战狼事件 要出去国外的 去救回自己 国外危难中的中国人 以前的做法呢 就可能要向不同的部门 去申请 而申请的时候又说 这件事是不是合法的 或者我给你这个权利 譬如有武器 出境 有人员 军事人员 这样出境 带这样的武器 甚至乎你们的行动 是去到哪里 哪样东西 是可以做 哪样东西又要问上头 例如刚才提到 带些武器 带哪一类型武器 一般来说会批 带哪一类型武器 一般来说要再问上级 你如果单单东西 都是说特事特办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我们军部 就再给个清单 你们各个部门去批 这样 这件事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今次是定名的法规 就是包括了 军队人员和武器装备的 出入境的管理 还有对外协议签署程序 例如我们去维护 我们中国人在那里的人身安全 好了 搞定了对方的武力 然后对方说 搞定了对方武力的时候 不如这样 不停地签署一样东西 例如你不要打过来 但是你可不可以代表签 还是下下要搞一轮 连一些短期内停止的合约 或者协议都不能签 这些就有了standard package 甚至乎整个程序 不要客客 你又要稳告哪个哪个 然后哪个哪个又要特意 遵就这件事件 再想整个程序 喂 我们现在有了standard的程序 例如去到哪里 维护中国人的性命 例如在哪里受到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权限 甚至乎我们的部署 可以去到哪里 去哪一级 那会有内部的一个 调配的一个 standardized 的程序 出来 那又变成了 第二天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 就有效率很多了 甚至乎 A军经常都说 就不是怕着有什么奸 在里面 而是一件事爆发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有很多考虑 例如突然间问我拿预算 这个预算 我批不批好 突然间问我拿那个级别的武器 会不会被人说 我提供过大的武力呢 有了这些法规的依据的话 第二天就 第一方便做事 和各个部门 知道去到哪个行动的级别 就批哪一顿东西 行动一定是顺畅 和有了法理的依据 交给大家 嗯 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错 再补充一下 我想说回大卫sir的食法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去取代老美 没罵草就是老美 因为老美从来 在世界上 他从来都不是社警察 他是世界大道来的 没错 世界各个国家打仗 你之前二次世界大人战之后 八成的战争 都是跟老美有关系的 所以老美他绝对不是一个警察 他只是附近特论 他没有维持世界大战 和人口中的黑警就是这些 魔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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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中国 中国他们的军事行动 以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为依归 我们也没有说真的要派到其他地方去驻军 之类的东西 不是搞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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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听到国王指挥一下 还有我又要补充 就是基于娃拉比军的意见 就是阿尔尔尔尔 不是去美国化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多军事基地 怎么去美国化 所以美国不用怕了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炒中国威胁论 我们没有这么多基地 威胁不了你老美 我们由头到尾是 standardize 回我们 如果有需要 保障我们人员等等的情况之下 一个行动的规律 不是 我们没有威胁你 没有这些东西 加回给阿sir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是一件好事的 有法理的安排 是绝对最好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 俄乎战争的问题 好吗 俄乎现在 顿巴斯地区又来过 是不是 就是 继续这个亚速钢铁厂之后 顿巴斯地区 现在又是逐渐得胜利的果实 现在呢 就是 半岛电视台说 如果顿巴斯地区 全部落入俄罗斯手里面 意味着乌克兰 不单只会失去土地 和大部分的军事力量 大家知道 老美有资助的 虽然那些 就转手卖出去 给很多军人 或者炸掉了 真是不好意思 那个Q是BBQ的Q 其实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今次 俄罗斯 真是老神在在 慢慢逐步逐步来 因为 你不断地消耗 烏克兰的战力 其实 烏克兰应该 就不太多玩了 当然 我们要听听AB军的分析了 A军交给你 SIR 已经更新了 俄乌的战争是如何 等下A军再有时间 補充 不过A军这次 要再補充另一个 这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提过 印尼 买大 而且开大 但是 在欧洲里面 就有个国家 出了名 近年多两年 买大 开小 还要搞到 引火自焚 咦 阿立仔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是谁 知道 阿立仔 对 就是这个立陶玩 立仔 真的 这个立陶玩 真的 拿出来玩吗 对 为什么会烧到他 事远 要把历史追溯到 什么时候 90年 为什么90年 要追溯到 原来立陶玩 就在1990年3月11日 宣布独立 咦 这是三一一大地震 之后 不知道多少年 早过日本的地震 就自己震了出来 宣布独立 这个是前苏联 家民共和国之中 最先宣布独立的一个国家 事后 这个苏联国务委员会 就在1991年9月6日 就发表 关于承认这个立陶园 共和国独立的决议 听起来 就好像很正常 哇 你们那个苏联国务委员会 都已经承认了一个独立 谁知道 抄一抄 哇 这次又要赞一赞 俄罗比亚统一党里面的议员 真是做足功夫 这次那位议员 就叫做叶夫根尼 废多罗夫 就向这个 杜马国家议会 那里提出了这个议案 原来他的议案 就发现了一件事 或者是指控了一件事 就是当年 这个苏联国务委员会 承认这个 立陶园独立 在这个非法的决议 就要求废除 就是换句说话 俄罗斯 简单说 前苏联是承认你立陶约六集 是非法的 而现在我们俄罗斯 承计苏联的话 也可以继续说 你那样东西是非法 即是你是非法独立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呢 俄罗斯宪法67.1条 特别的 补充条款里写着 俄罗比联邦 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其领土上的合法继承者 所以俄罗比尼人承计了 这个的苏联 至于原来当时的苏联国务委员会 是一个违宪成立的机构 违反了苏联若干的宪法条款 所以是一个违宪成立的机构 这一点就是简单说一句 你叫一个没有法理基础的机构 承认你独立 那就是由头到尾都是没有法理基础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你玩得独立的 起码都搞个公投 你从来没搞过脱离苏联的公民决议 没有公投过的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你的民意基础 也都是要挑战的 就是没有法理基础 没有民意基础 好了我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有法理基础 有民意基础 你好像参考英国脱欧为例 人家已经不是国家一部分 脱欧脱离那个联盟 其实都一定是有过渡期安排的 但是那时候没有啊 那就是什么呢 所有脱离正常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你一样都没有做过 而最离谱的是 你是一个违宪的组织 批准你独立而已 你从来没合法地独立过 哇 这次真是张道理云了 交给大家 这个绝对我同意 是 B君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说得有少少 就是俄罗斯这次呢 就有少少强压 我觉得是有少少强压的 你早不提前提 过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提 30年了 过了30年才提 是有终极真相的嘛 B君 哈哈哈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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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 就很明显呢 在这儿玩着程序上的问题啦 但是 就是好像 林太说的 我们要支持这个 就是程序公议的嘛 因为那就是没有法治的嘛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俄罗斯这样提出来呢 都不可口非的 但是 但是 至于 是不是真的会做呢 我也是会打个问题的 因为当时 如果 就是如果 立陶宛都说是不行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波罗的海三国呢 都应该都很大机会 这些东西的 5月5日 我看下一个 好 好了 再回来 我觉得有一件事 重点不是在立陶宛 重点在波兰 和俄乌战争 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看到波兰 其实想吞併了 烏克兰的土地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是个大忌 我要去打 我要去 拿到一个正统性 我首先要挑起 这个外交上的问题 告诉你 你是危险的 对我将来 有一个行动 我可以得到一个支持 我已经说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波兰 又去不断和俄罗斯 抹克俄罗斯 另外一件事 也希望在乌克兰 那时候 拿到自己的土地 和地位 在那里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是要提醒自己 波兰要小心 要做事 但是我不可以 现在直对波兰 因为还没有任何事情 那我先找立陶宛开刀 这个我自己看法一下 那我就觉得 其实今次的整个行动 对于俄罗斯 要拿回整个乌克兰 或者针对波兰 立陶宛的时候 就是告诉其他国家 你不要乱来 虽然立陶宛表示 在2024年 即是两年后 要脱离俄罗斯的整个电网系统 他做不做一道 我们不知道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 作为一个能源大国 你对于很多能源的供给 尤其是电力的供给 对于每一个 或者是东欧国家 都很重要 西欧都很重要 现在说要脱欧 其实 老美玩不玩到 会不会之后又回复呢 我就看不到 但是俄罗斯今次 在俄乌战争里 的确尝到甜头 这个甜头 可以令到他觉得 原来我也是OK的 整体上来说 只要我 有部署 有策略 我对于整个东欧的 控制力量 都非常大的 虽然 俄罗斯的前总理 一直在说 普京 傻了 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西方的势力 我们不用管 整体上来 俄罗斯虽然 会有个 经验的地方 因为 畢竟发动战争 一定会有反对的势力 但是 目前看上来 整个俄乎战争 基本上 已经大局已定 我自己这样看法 那A军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 他这样提出 原来俄罗斯虽是一个 碑地 在立陶园隔离 今次 凶一凶立陶园 其实第一件事 就是 搞了俄好战争 其实立陶园 就聚雅雅座摩洛哥 为什么这样说 他经常说 5月的时候 立陶园 已经将俄罗比列了 做 凶凶主义国家 而且当地 还在玩众筹 他真的玩众筹 为什么呢 整个地方众筹 筹了500万USD 500万美子 整个国家众筹 你没什么 但是 都做了些东西 就说 帮乌丹丹军 买了土耳其制的 这些无人机 就说要封锁这个黑海的地方 大哥 你要找到 统义其制的无人机 我不是说他不行 但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模特 还要做这些东西 五球 USD 就说要封锁这个 俄罗比的黑海 那样 你是不是玩的 很明显 他说出来 就是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都要表态 在那里压之压 那我会告诉你 这么多东西 旁观者在那里 依牙松缸 那我会告诉你 你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 你的旁观者的地位 是违法的 这些东西真的一东西 还有俄罗比其实是一个非地 这个叫做加利宁格纳 加利宁格纳 这个被誉为是欧洲里面最抢手的非地 这个是在俄罗比中间六路断了 所以叫非地 那它就位于哪里呢 就是立陶苑和波兰的中间 那面积多少呢 223平方公里 就绝对不是大 但是呢 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IT公司 等等等等的 在这里会集了的 甚至乎更加就是 所谓俄罗比波罗的海的 一个舰队的基地 可以说呢 那个虽然地方不是大 但是呢 就有些战略重要的地位 如果呢 立陶苑呢 现在呢 一向就在洞了 在那里 阻止了俄罗比过去 那 立陶苑在那里 阿兹阿座摩洛哥 我立刻拿你回来 就可以通过去 原本是非地 然后过去 过去之后 旁边就是波兰 怎样啊 哇 这些舰队真是有型啊 波兰你怕不怕啊 是 说完了 非常之正 好 B君有什么看法 有个补充 就是 其实 那时候 以前 立陶苑和波兰 是一个国家 嗯 曾经组织过一个 叫做 立陶苑波兰共和国 就是两个民族一起做的 所以 和这两个民族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立了这个 现在的 乌克兰西部地区的 所以很明显 立陶苑和波兰 在历史上来说 他们都觉得 就是乌克兰一部分 都是他们的一部分 但是俄罗B 真的坐这些都傻了 那 你 立陶苑 以前 打低过立陶苑 打低过波兰 那 立陶苑曾经是属于 但是俄罗B 那 怕你有硬 嗯 就是 普京一直都想 復兴以前俄罗斯的伟大 希望回到40年前 那样 就是 俄罗斯会不会 下一步再怎么 而且现在你看到 就是 老美那边 现在真的很弱 嗯 就是当然 陶苑和波兰都傻傻的 还以为美国很厉害 但是 就是 未来的情况 都不容乐观 就是 对立陶苑 已经从波兰来说 就是 Good luck 那 是 俄罗B 下一步是怎么 A军就不揣测 不过我说了 这一步做了些什么 这一步呢 俄罗B 那里 在这个 北顿涅茨克 那里的 领导人 不是俄罗B 就是 北顿涅茨克 那里的头 就已经对 乌尖丁军说 如果不是投降 你就呢 可以去见上帝 的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俄罗B 已经控制了 北顿涅茨克 多少呢 最少 70%的地方 这个战方 就去到这里 那和呢 这个 这个 已经在北顿涅茨克 中心 就已经借草了 战方就是这样,我们还要说钱的,A军经常说 外行就是在那里数军火,数军引 其实内行从来都是说保级的 另外A军也经常说,战争就不需要看战程 但是就需要看战线的,战线就很明显了 俄罗宾控制了70%的不断叶茨克 还有这个乌丁丁军撤退,战线就说明一切了 至于说保级,保级当然要钱 俄罗宾就在乌丁丁战争里面 100日里面就已经赚了980亿的美资 哎,这次真是又有钱保级 这次这场仗,我又要买大 这个绝对是大,不用说 俄罗斯这次我们看到他的 整体上的证券在握 我们的观察点应该都是没错的 虽然来得比较迟些 但是这次整个 我们知道,美国国力衰弱 烏克兰那时候,大家口为二十不至 作为一个制裁,你又没有办法到位 去堆垮了俄罗斯的经济 所以很多点来说,我们觉得 值得再去观察一下 我们今天最后一件事要说什么呢? 就是盧旺达事件 盧旺达事件 盧旺达事件真是 很值得思考 好,是不是? 送些难民过来 其实不是正确的说,不是说盧旺达事件 正确的说是说英国的 当然了,没错 英国送些难民到盧旺达事件 之前已经在说了 英国要跟盧旺达事件 签了协议 说有什么难民 去到英国有什么难民 申请政治庇护那些 英国就可以将这些难民送到盧旺达 盧旺达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他现在被称为非洲的新加坡 但是这个非洲的新加坡 到底是现在的新加坡 还是新加坡刚独立的时候 还是未被殖民之前的新加坡 到时就自己想想 英国就算是送人到盧旺达 但是很明显就受到一群人权的分子 和一些人权律师在反对 人家这么辛苦 天生万苦来到英国 申请难民庇护 我们作为这个大英帝国 很应该要庇护这些政治难民 所以就要去打官司 这件案件就上到最高法院了 英国的high court 最高法院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香港的重審了 到了high court的时候 法官看看的时候 我看不到有什么问题 赵瑟少送人去盧旺达 我看不到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其实你可以看看有两个案件 第一个案件 就是澳洲代鼠国 一直以来都有和一些太平洋岛国 签了类似的难民协议 就是当你有些难民 就逃到澳洲 你知道澳洲会不会生卡 因为还要乘船过去澳洲 然后澳洲那些人就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欢迎难民的 但是我们会送你去太平洋岛国那里 就是有先帝 例如纳乌拉比较出名的难民的赌国 就是收留难民的地方 就叫纳乌拉 这个地方以前就很出名做一些 一些矿物 很稀有的矿物 不是稀土 但是稀有的矿物 但是自从70年代之后发现 这个岛上的矿产没了之后 就变得很窮 于是就和澳洲签了个协议 就说我们要帮你接收这些政治的难民 甚至乎成为了纳乌拉的第一大经济产业 纳乌拉的第二个经济产业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他们那些 那些 叫救命的电话 就是那些色彩人 那些色彩人想找人打电话 去听听一些故事的时候 电话线就会飞去纳乌拉 就会在那里叫叫叫叫叫的了 不要这么冲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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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所以对英国来说 我看到澳洲都做了十多二十年了 这些东西没问题啊 那还有第二个案子来看呢 就是这个欧盟 对上最近一次就是这个敘利亚事件 敘利亚战争啦 那就导致了很多的难民呢 就由敘利亚那里呢 经过土耳其进入去欧洲的 那最后这个解决难民的方法呢 就是欧盟和土耳其呢 签了一个难民协议 就说啦 那将来那些难民呢 由土耳其去到欧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那些难民呢 送回去土耳其那里去住的 那我们只要付钱给土耳其呢 就没问题了 土耳其也都来得收这笔钱 去照顾那些难民的 那既然欧盟都做到了 澳洲都做到了 那为什么英国不可以 送那些难民去盧旺达呢 一样的 因为英国人道理没问题的 所以接下来呢 最快好像说下个礼拜 就会有一班专机呢 就会由英国出发呢 将那些难民直接送到 去这个盧旺达的了 那我看新闻也都见到一个 挺搞笑的就是 有位伊朗的警官呢 有位伊朗的警察 就千辛万苦就申请了 政治难民就逃离 逃到去英国那里 那他这位警察叔叔呢 伊朗的警察叔叔 申请这个政治庇护 政治难民庇护 结果就是他成为第一批 送去盧旺达的朋友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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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期待 很期待 不知道我们在乡族 有些人申请去英国 做政治难民的时候 很可能都是去了新加坡 非洲的新加坡 有前途 真的有前途 交给你 不过我觉得 联合国难民公署 首先第一件事 喂 还回欠香港那一亿的钱 当初越南难民的问题 这件事先搞定 你要公义 香港人也要公义 罗黄达这件事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国家 都是这样玩法 但是这些不公义的情况 其实联合国 好像在这方面 都值得我们鞭策一下 A君 就这样 我突然想起 罗黄达的状况 和刚才B君说了 罗黄达是非洲的新加坡 刚才B君 到底是新加坡的现在 还是刚刚独立的时候 还是独立给西人 去做殖民的时代 还是更加早 未开埠之前的柱里地 A君想起 你们这帮黄人 可以当非洲的新加坡 是柱里地 但是你们幻想的时候 其实那个地方 是被人搞过的 柱里地 为什么被人搞过呢 在90年代 那里 罗黄达就发生过 严重的灭绝丝太事件 那就是两个族人 那两个族人 是互便 又了不见了 数以百万计的人 这个事源就很简单 B君也Gamestat 我们也几十数转 läh� 新加坡 那就是 一个族本来是同根 sus的族 就被那些西人暗粗分了做一个叫糊涂族 一个叫涂西族 一个有钱一点 一个没有钱一点 结果两兵人就打乱乱 搞到发生了灭绝丝太事件 当然了 这个是很多小黄人 你们是未出生之前的事 你们经常都说的 那些未出生所签的约关的鬼事 那些的纷争是你未出生之前发生的 所以你当这个可以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一样 这样去的 他们两个族的裂缝已经是补回的了 补回了就可以当是处女地进去的了 但是你进去的时候 你记住你不可以犯回当年的错 当年就是同根深的民族 一个有钱一个没有钱 就无端端互骗 你们对着内地人就经常觉得人家不够你的水平 于是乎你又骗一些内地人 你不要再搞这件事 要不然就处女都给你们搞啊 交给大家 这件事真是很值得讨论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要总结一下 今天交给B君总结 B君 怎么看呢? 现在世界局势很明显 欧洲、英国、美国那边其实都不太行 俄罗斯就现在在俄乌战争上风 也都希望可以搞到一个新的G8出来 我也希望它会搞得到 因为这个新的G8就更加有代表性 更加代表人类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 所以就希望成事 好 今天时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住明天守住港理台 晚一点我们会有一个录播 那个录播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殖民地问题 好吗? 好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住订阅港理台和戴卫上的频道 最好看完这些广告 感谢大家 希望不要再有大家的时间 但我们的确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吗? 多谢大家 好 今天时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 拜拜